Hello 大家好 我是澳门敏儿 现在我就来到澳门人都会来这边跑步的地方 来这边做运动 大家都知道澳门地方小 然后这里就是九层的澳门人都会来这边跑步的地方 那为什么不去健身房呢 原因就是健身房的空气不好 这里跑一个圈就有2.5公里 然后我以前经常来的时候 上一个圈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现在我想一个圈都不行了 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来这边跑步的 因为以前比较胖 胖的时候都在这边减肥 现在瘦了都很久没有来这边 这个水塘呢就是位于澳门的正中心的 你看到这里的水啊都是从内地的珠江流进来的 然后就把它们储备在这里 最后呢就经过水厂的处理了 就流进我们的家里了 这里是挺多人的 我们都是围着水塘的边边跑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每隔10米呢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救生圈 都是预防有人在这里掉进湖里面 也是预防有人在这里跳湖自杀 也不是说笑的 因为以前真的是有好多人在这里跳湖啊 我想死我喝的水 有这这 味道我都想死啊 其实现在差不多天黑了 但是这里呢我告诉你 越黑越多人 对因为好多都是上班 然后下班的人呢都会来这边运动 晚上12点还多 因为澳门呢好多好多都是做赌场这边的工作 他们呢下班的时候差不多11点多啊 然后11点多还会来这边跑步 所以这里是很热闹的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好漂亮的澳门的夜景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朋友 继续关注我哦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